首位华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 22日获班台湾师范大学名誉文学博士 他创作的剧本《山海经传》 以华丽摇滚音乐剧的形式搬上大舞台 于台师大高行健艺术节演出 高行健1940年出生于江西赣州 1987年离开中国大陆到法国 30年来我们家在巴黎 我家在巴黎 我还有个故乡 这个故乡确确实实就是台湾 围绕我的创作 所有的中文的作品 都是首先在台湾 高行健高度肯定台湾的民主与文化成就 认为台湾可以成为下一个文艺复兴的摇篮 第一 台湾这个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 这个有充分艺术家 有充分表达的自由 这是一个社会的环境 具有这个环境 其二 东西方文化充分交流 在台湾这个信息 台湾的艺术家也不封闭 因此没有一个很下矮的民族主义的框架 又没有台湾的艺术家们 我觉得又没有意识形态的一个约束 这是台湾的优点 山海金传以现代摇滚歌舞剧呈现三皇五帝 后裔 法府等上古神话人物的故事 是来自于高行健自己的发想 导演梁志明说 他与高行健25年前因为导绝对讯号剧本而结缘 后来在台湾改名为火车起站 高老师的戏在台湾的第一个演出就是我们的剧场 果头儿所做的演出 这个戏当年在演出的时候也受到很大的一些瞩目 因为那毕竟是大陆作家第一个在台湾的剧本的演出 谈及接下来的创作计划 高行健说 即将要出版巴黎法国的艺术画册 高行健一个自由人的艺术 将会是一本集合个人创作 戏剧 电影 摄影 绘画 文学作品 各方面的综合艺术书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